卡卡卡卡卡 卡卡卡 0分 OMG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獅獅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影片 因為最近呢,我就發現 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個APP,也就是Application呢 它是可以測試你的韓文翻譯 到底是多少分 所以它這個系統呢,就會透過你 這個韓文翻譯去跟你打分數的 我真的很緊張耶 就如果它打出來是0分 或者是不及格的分數怎麼辦 首先呢,你就要一部手機啦 那這個手機呢,一定要是 Android系統的手機 如果你需要iPhone的話,就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iPhone就沒有這個APPlication 只有Android系統有 它的名字叫做 Nado Anna Unso 如果大家不能寫韓文的話,沒有關係 我會把這個韓文放在我的Description box裡面 那你們如果有興趣要去下載 玩看看的話,就可以去那裡 Copy了 這個畫面就是這樣子 這裡有很多個選項啊 那第一個呢,就是 就是練習發音 今天我們不再練習發音了 今天直接來測試發音 所以我們要選第二個 那首先呢,我們第一個要測試的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我相信 應該很容易吧 如果這個無法達到 100分的話 有點完蛋了 好,來,開始 就是 啊啊啊啊啊啊 白飯 果然啊啊啊 應該是最簡單的 這應該是小孩子都能玩啊啊啊啊啊啊 OK 那我們去一個比較複雜一點點的 我們去一個真的是要講句子的 YES PIZZA 我們又是 100分 OK,感覺還蠻 都順利的 到目前為止 兩題 我覺得我要挑 難度 高一點的來挑戰 這樣子比較好玩 這個呢 我其實不知道它什麼意思啊 今天來玩發音的 三國有三話 三國四季 一百分 一百分 好 看到一個真的還蠻長 可是我 感覺沒有什麼把握 因為這個真的是 有點像 繞口令的感覺 如果我拿不及格的話請原諒我 因為這真的是有點難耶 標準同級分 好標儀用 學生問題 完了完了 欸,可是 有五十七分耶 我還想說我講得很爛 雖然沒有很差 可是還是一樣不及格 那我再挑再一次 標準同級分補標儀用 學生問題 怎麼更差了 變五十分了 再一次 標準同級分補標儀用 學生問題 一樣四五十分耶 我放棄了 是一個韓國繞口令 這個真的是有 五十八分耶 再來一次 三十五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難度 非常有難度 我想要挑戰這個 十七分 好算了 放棄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念 因為我自願 因為我自願 我覺得我念這個還蠻順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做一個繞口令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 還蠻容易的啦 可是問題是 我的發音到底準不準呢 靠你囉 我自願 我覺得我念這個還蠻順的 我才二十七分耶 我念了這麼說才二十七分 我念了這麼說才二十七分 也是二十七分 我覺得這個系統非常有問題 OK 我跟他一樣的唸法 OK 我跟他一樣的唸法 也是二十七分 我明明跟剛剛系統唸了 差不多吧 其實他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天啊這個也太長了 我們來挑戰最後一個 最長最長最長的 到底 我可以拿幾分 愛定 對 不是 假如 你才會見到這間店 也想黑風 沒有 還 Leh 你不想黑衣 我不想黑衣 說黑衣 這是四分 好 這個影片就到此為止 大家散了 我的發音好像真的不太對 然後很爛 OK 我承認 我的發音很爛 那我應該要去韓國好好唸書了 就這樣打算嗎 去韓國唸書 如果你覺得這個APP也非常好玩的話 那就記得去下載囉 去試看玩看 然後告訴我你們到底玩得怎麼樣 然後留言給我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也記得給我的讚 好好幫我分享還有訂閱 那如果已經訂閱我朋友們 就記得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還沒有訂閱我的IG和FB的話 記得去關注吧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旁邊拍唷 安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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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